以下节目指标及主持人之个人意见,并非等同公众指标 观众有机会因观想品味有意,而产生期望落差 请自行参与坊间风评,作出适当期望管理 好,废话10分钟了 这个节目有两个key points 一是废话,所以是废话 二是10分钟,刚刚10分钟就会下班 是逢星期一都会推出的节目 都是跟大家吹吹吹 我想跟大家集思广益一下 可能稍后会做个特别版,讲一下这个题目 就是一人讲一套自己很喜欢看,但很垃圾的节目 就不要再讲到flash了 因为已经爆了quota了,可以讲其他的 这个星期就美剧引发回来的 我们今天都会讲几套美剧作品 大家都会想是否WandaVision 但其实我最想讲的是另一套product高新 我们先感谢听众 这是2021年第一次感谢听众 James说操作费30万 我们冲决听众 Lick说他介绍了这个频道给亲戚朋友看 高估都赚好,现在赚着请我吃饭 以后吃饭不用付钱,很简单 把这个频道介绍给亲戚朋友 这样下去你就一世都不用吃饭给钱了 全部都是,教主操作都非常放心 Motis Evil说 教主的观点在影视界中慢慢兑现 教主操作很放心 Barry说 教主之前的观点都被一一证实 教主果然有料 James说 几年前开始看教主的影片 很多观点都在市场的发展下慢慢兑现 好像教主一直说华立执载了 谁知华立年尾就真的执载了 另外教主有没有看Netflix伸出 那套Pretence is the city IMDB有8.2分 我未看,也有点兴趣 Pill说 很开心得你一个人介绍 这套好看 他说的是一套叫做天使舞网馆的巴西喜剧 真的只有我一个人说 这套喜剧作品很棒 Netflix有得看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很短的几集 其实他说的是天堂一个 好像办公室的设定官 他说的是天堂工作的事 好像很多规矩要搜 但规矩搜来做什么呢? 好笑好看 Loyho做了一季就禁止了 所以尾就会断断断了 4D21他说 Green Arrow and the Canaries已经禁止了 预计了 Samantha说 一开始本来看《爱的比钢星》去追Netflix 谁知看了一集就消失了 另外他也看《张克》那套愚实陈述的后半部分 他说这些查案剧 多有兴趣 最近很红的金宣虎 之前看过他和《文根英》做的那套抓住幽灵 搞住有没有看? 我没有看! 我有看他另外一套作品叫做《Two Cops》 也是Netflix有的 不知说一个骗子上了一个警察身 但是这套作品不推荐 头半部分OK 后半部分吃了糞 如果你喜欢看《金宣虎》的话 你可以看韩剧《金科掌》 虽然他是做配角 但本身这套剧是好看的 Jackie说 HP Omas 其实还有一套 《Justice League Z Snyder Cut》 不过算了 香港人都只懂得马虎 华立的高层是垃圾 他一世抬不起头做人 奈何就Batman fans真的很惨 Batman fans 我们有套Titans 我们有套Titans 所以J 各位众所周知 我最支持的是DC 你看这些DC剧 我全都没看完 你看看 《The Flash》 《Titans》 而DC的电影 因为太有心度了 所以我没有资格去说 香港怎会只懂《Marvel》 好了 我们就入正题了 基本上今个星期 新出了两套很触目的电视剧 当然个个人都说WandaVision 其实WandaVision 是Disney Plus出的一套剧 其实是Marvel系列的作品 女主角就是Wanda 男主角就是Vision 不说了 我不是很期待 那种就是 你Marvel出剧 我是不是都看那种地步 因为我自己最期待的Marvel剧 其实是Loki 并不是WandaVision 我当它是那种小品剧 只是用来测一下时间 WandaVision 一季好像有8集 一次过出就出了头2集 我看完了 头2集 我会这样比较 Disney Plus 之前我们有Mandalorian Mandalorian 成本很高 拍得很漂亮 它有彩蛋 但是彩蛋看名不重要 易食易名 你就去吃它那种力气的感觉 而今次WandaVision 其实差不多 成本很高 但是它就拍了一套sitcom 用这么多钱去拍一套sitcom 而那套sitcom 是中间有点诡异的风格 所以是挺有趣的 但如果你要看得明白 其实你要有背景 Mandalorian 是不需要背景 都可以照看 WandaVision 你要有背景才可以看 那些什么背景 例如你始终都要对Marvel有一定的认识 你要知道哪个是WandaVision 要大概知道 类似有什么组织 涉及到这个故事 如果你是完全不熟Marvel的观众 都会有点难吃 甚至可能会有气 因为每星期播一集 其实有点危险 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是 是Binge watching你一次给我的 不过不要紧 我自己也推荐 你当是一套sitcom去看 我自己会是 我不会当它有主线剧情去看 而就这样当它是sitcom去看 第一集的节奏很好 很快 而且它的喜剧风 我觉得挺好笑 再加上后段 有点像希治角色的诡异风格 令我觉得挺特别的 而到第二集 其实它用回同一套路 只不过是故事不同了 而且节奏比第一集更慢 又是喜剧 加一些诡异的收尾 就是它未来的集数 我有预感它也是这样玩的 即是它可能会玩多几集sitcom 甚至乎它整季都是玩sitcom 所以我才觉得 应该是要一次过扔掉八集 而不是这样逐个礼拜登 否则观众可能会觉得 受不了 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但也推荐的 继续看下去 之后我要讲的是另一套美剧作品 叫做浪子神探Prodigal Son 今星期最想讲的是这套作品 并不是Wannavision 多谢Prodigal Son 我才会觉得 原来我都有看美剧的心 终于不用再看韩剧 Prodigal Son 我等了很久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本来应该是去年9月要出的 它移到现在1月才出第二季 第一季是好看的 因为它其实是Fox电视台 它随时会被人禁止 所以我都不太敢宣传 万一宣传完 禁止了 那就币家伙了 它的故事其实是说 你不要相信官方的 官方的 很冷闷 其实它是说男主角 Malcolm Bright 其实它是一个心理质捨司 查案 去捉兇手 但同时 他的老爸 其实是一个很著名的连环杀人犯 叫做Surgeon 他的名字叫Martin Whitley 他就是说这个子 和老爸之间的关系 而他们也有些背景 就是说这个Whitney家族 其实是很有名的 是那些社交名媛 然后发现原来出了连环杀手 这些设定 接着就是说两父子的关系 每集是单元剧模式 男主角查案 又会跟他父亲有些交集 整条主线就是说他们 家人之间的关系 是好看的 其实主线算快 例如别人的那些剧 他可能某些主线 去捉一个很厉害的中级Boss 他可以做五、六季 就像Mentalist那些 但如果你对比起Pro的高身 他可能是半季跟你搞定了中级Boss 他会少少玩观众的期望 就是你以为这个中级Boss 他会搞很久 谁知他就很快搞定了 所以我当时看 我是很担心 搞定了? 你还有什么好写? 你还有什么好写? 你会有这种感觉 作为观众 你是嫌故故事去得太快 而在担心还有什么好写呢? 其实他的故事 他会不停玩新线 就是用一些角色关系 去看一些中级Boss 或者看一些不同角色的心理陈述 主要是说一加四口的关系 是好看的 其实我特地不是说得太多 或者很仔细给你听 因为如果你只要有兴趣 其实你开来看就可以了 即是他那些Cliff R 或者是他那些伏线 是排到都吸引的 引到你继续看下去 我当时看第一季 我唯一有嫌弃过 就是在Force电视台的 因为我是逐个星期追的 所以我很记得 他是那些 一个星期出一集 然后出到七至八集 他会放一个大BREAK 放一个大BREAK 放一个大BREAK 然后出三集放一个大BREAK 再出两集放一个大BREAK 真的激死你 看一季 我看了好像看了一年多 这是我生气的地方 整套剧的质素 我觉得不错 有兴趣可以看不看 最后就同场街 跟大家说一套韩剧作品 有听开这个舞台都知道 我正在追求一套狗血的神剧 叫做秘密的男人 这套秘密的男人 其实是一套一百集的作品 即是很狗血 就是一套我很喜欢看的垃圾剧 我每次都会由头说起 他的故事大纲 这套剧其实是讲一个仪式 因为意外拥有七岁智力的男人 在经历了死亡边缘后出现了奇迹 用一个新的身份 向伤害他的人 伏仇的故事 是一套伏仇 但由于他太狗血的关系 已经变成了一套 笑到你死的伏仇 我久不久就会在这个节目中讲 这套剧 我今次就会讲第65至85集 我看到现在 我有件事 我真的很害怕 我很害怕 男主角会变成智障 我真的很害怕 看到有个幕 男主角暈倒了 在医院里醒不回 然后我非常害怕 你不要变成智障 好害怕 你不要变成智障 那种 我猜不到 上次讲到第65集 就是结尾讲 儿子就问我男主角 他是不是我爸爸 这样就结束了 究竟未来20集 发生了些什么事 就是 儿子死了 各位 儿子死了 儿子是 他无端端患上白血病 然后化疗 医治好 但是突然间 惡化要捐骨髓 捐骨髓期间死了 儿子由发现白血病 到死了 为期 都只不过是两个星期 哇 你真是没得顶 儿子死了 女一和男二就黑化了 男一就叫女一不要黑化 男一就知道了 儿子不是亲生子 但是他已经当了他自己的亲生子 找了儿子的亲生老爸 一起向女二报仇 谁知道女二就打倒了亲生老爸 天啊 亲生老爸究竟有多惨 他第一次出场 他就是被车撞 第二次出场 他就说要慢 第三次出场 他就跌下山 死了 女一就说要去找女二报仇 他就去找男二 男一就叫他不要找男二 男一和女一明明就是两情相约 但是男一又不知道女一喜欢他 女一又不知道男一喜欢他 但是男二就知道 女一和男一是两情相约 没错 男二终于有事是知道的了 那现在男一就说 会很努力地找女一 那我心想 男一和女一明明都是两情相约 你还要找什么 大佬 还有 那报仇呢 不用报仇的 就是这样 10分钟 下次见 拜拜